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QES 但是这个QES是我Channel Member里面的会员 所问的一只股,但是他问的问题是说 这个股可以做中长期的筹值吗 这样他既然讲是中长期的话 这样图表就不用看了 因为中长期对我来讲是半年以上吧 这样我们就要看他未来的成长,未来的前景 是不是的 这样当然我没有做过这个CENO的研究 我只能从看他的这个财政数据来做一些分析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真正研究呢 基本上应该要看他的这个竞争优势 看他这个intrastry啊,他的行业啊,他的竞争者啊 之类的东西了,是非常复杂的啊 所以这个问股呢 只可以做些简单的一些基本数据来做一些分析 首先呢,这个是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的这个 啊,Financial 我去按这个三个点 这个Financial的按下去 啊 对我来讲呢,一只好的股呢 最要紧致说 他到底,他到底未被赚钱吗 呀,所以我通常我就看的是 看着ROE ROE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啊,股东资本回酬率吧 呀 呃,你可以看到的之前都是很很多的啊 哇,20%以上这边 过后呢,2019年开始呢 就越来越少 呃 当然就是要赚的钱 用资本赚的钱,越来越少 呀,这个当然是不是很好啦 呃,虽然现在是 近期呢,是上到15% 但是,呃 为什么这边是Trading呢 在比较之前呢 就好像比较差一点 呀 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Income Statement 我去看一下他的这个Level New Level New呢 是一只 是 在2019年,2020年四边之后 你看啊,就少了啦 Compare之前 之前Odo1呢,有一次呢 就上到190 现在他又回来190多M了 呀 近期的这个 这个 业绩呢 Unit呢好像不错啊 呀 呃 但是,重点是 他可以不可以Sustain 他可以不可以 他可以不可以维持 才是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Net Income 啊 后来Income呢 可以看到因为他这个 呃 Level New上了 他的 他的Net Income也是增加很多 呀 跑回去之前这个数字了 所以近期他的这个 呃 Net Profit 跟Level New呢 都是追回去他之前的那些 呃 Cash flow OK 因为主要是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的Level New Profit 是不是真的是收到钱 所以主要呢 我是看这个 Cash from Operating So Activity 营业现金流 你可以看到 很高啊 是真的是有收到钱的 OK 是真的是有收到钱的 是真正的收到钱 不是假钱来的 这个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 OK 但是我看一下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剩下钱 有没有剩下钱呢 我就要看他的这个 Free cash flow 哎 Free cash flow 就是减 negative flow 这个就不是很好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是free cash flow呢 主要是因为 他 放很多钱 在这个investment activity OK 这个就要 有一个 另外了解 OK 他现在做investment 通常的了解是说 希望他一两年过后 他的生意 所以做investment 就是说 他有一些extension capacity 这样他的生意 会越做好 一定会越大 通常是资本呢 就是说公司 投入资本 就是希望他以后 赚更多钱嘛 呃 他既然有投入资本 Operation cash flow 又有收到钱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来的 呃 虽然是negative free cash flow是negative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OK 你可以看到他在2018年啊 他也是发很多钱啊 OK 发很多这个 investing 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 OK 我们来比较一下 2018年的时候 他发很多钱 你看一下他 你看一下他之后呢 他就 其实他 他之后就没有撞到 他没有 他就说他 投资了很多investment啊 但是你看这边啊 是没有真正的 啊所以他不投资 他是这是夹复数啊 夹是说 有收肥钱来 啊 收肥钱来 不知道什么事情 可能是卖产业吧 但是现在呢 他又做一个重大投资 这个点啊 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他未来是不是可以 可以带进更多的钱进来 嗯 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quarterly了 出他是在2021年Q1的时候 做这个investment的比较多啊 OK 2021年 现在是20 已经一年了 呀 然后呢 他做之后呢 我觉得 他的这个 Operation Crash Force 是在之前啊 发生的啊 所以他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钱挺少是讲是没有 他还没有看到 investment做了 钱没有看到啊 这个可能是要风险来的 呃 这个要小金点吧 啊 OK 但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他OK啦 Overlaw还是OK的 公司有 这价值公司才是有赚钱 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呃 唐奇收支的话 但是我觉得他效率不升好 他的ROE是比较低 效率不升好 我不很喜欢 嗯 而且近期呢 他已经发到很多钱 进去他的这个investment里面 这个以后会不会赚到钱 我也不知道 呃 但是看他好像还没有开始赚到钱 所以这个也是个风险之一 呃 我是会认为 如果我找不到更好的股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QES 但是如果我找到其他更好的话 我为什么要找QES 我可以找到更多ROE更高 Free Cash Wall也是有的公司 然后又有股息啊 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好一点 呀 我们来看一个他的 statistic 估值 PE PE也是偏高哦 20多看到吗 20多 so 20多对 我觉得是偏高啦 也不便宜啦 意思是说不便宜 呃 这样我应该 我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选择啦 QES来讲 很好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像他的这个技术分析 而且现在呢 又是test下来 呃 2021年的时候 大概是 2毛半咯 呀 你看到1块钱那边咯 1块钱再到5毛钱 之前这边全部人都是中套了 很惨啊 啊 呃 我觉得 如果站在中长期来讲呢 我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股吧 这样来讲好不好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分享了 刚才我看那些财务数字的一些看法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放在留言区问问下吧 ok 这个当然是你的钱 你们自己做主 我这个视频呢 是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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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